男人正在开车 不远处 警车上的一只苍蝇正在向他靠近 随着车辆越来越近 苍蝇纵身一跃 通过排气孔落在了方向盘上 他愤怒地盯着男人 接着猛的一跳 朝着眼睛就冲了过去 男人吃疼猛打方向 失控的死死压住 可就在此时 苍蝇再次出现 并在玻璃上缓缓写下 这就是世界上公认最强的苍蝇 小盈 他把牙签当杠铃 训练古二头机三头机 用磁带当跑步机 训练爆发力 还制作了一个专业器材 训练飞行能力与背部肌肉 之所以这么自律 是因为他要复仇 小盈本是一个人类 但很不巧 他喜欢的女孩子 被黑富贵盯上了 作为情敌 大哥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这天女神邀请他到家做客 但回来的路上 悲剧发生了 凉透了的男主死不瞑目 然而就在这时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男主的灵魂汇聚升空 最后附身在一枚卵上 等他再次醒来 四周的环境都变了 看着远处的兄弟姐妹 再看看四只 他确信自己 已经变成了一只苍蝇 可他不想就这么死掉 他要给自己报仇 不过现实很残酷 别说报仇了 就连生存都成问题 石头缝里的流水 在他看来就是凶猛的洪水 路人丢下的烟头 就是天降与石 小盈意识到 这个世界危及死腹 他需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一个房间 他发现前方有杯水 口渴的小盈直接飞了过去 结果一不小心掉进杯子里 更麻烦的是 一只勺子把他捞了起来 眼看马上就要挂了 他却被困住了手脚 好在这时电话响了 男人放下了勺子去接电话 等看清男人的脸 小盈震惊了 这不正是当初杀害自己的凶手吗 小盈怒火中烧 费力的从杯子里爬出来 摩拳擦掌 使出全身的力气冲向男人 但他不过是一只小苍蝇 男人挥了挥手 就把他打翻在地 这种无力让小盈更愤怒了 既然打不过你 那我就烦死你 他盘拳在男人的耳边嗡嗡乱叫 气得男人抓耳朵塞 这天他跟着男人进入浴室 看见黑富贵在桶里泡澡 手脚都动不了 小盈嚣张的飞到他脸上爬来爬去 接着爬进了他的耳朵 男人难受极了 一个劲的摇头晃脑 结果一桶的轮子松动了 直直的朝着把手冲去 血脉喷张欲罢不能的超轻动作电影 让你肾上腺素急速飙升 SVI Cloud 看戏包具买小云 就是要高清